福特展台上有很多的我很喜欢的硬派越野车硬派的SUV皮卡 我现在带你一镜到底的串烧这些车特别有意思 Bronko的这个车是能跟木马人竞争的一个非常硬派的越野车 但是它相对于木马人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它前面这个前杠上面的整个的雨林挂绳 这雨林挂绳干嘛使的 就这边拉一根线到顶上 避免在雨林穿越的过程中 这个树叶子会挡到风挡 就会被这个线直接给勒开 而这样的设计就代表着这个车完完全全的已经考虑到各种各样复杂的路况 然后整个的个头尺寸跟木马人是大概同样的一个级别 就是中国有可能卖的版本大概是2.3T 美国是2.7T V6双方轮增压发动机的版本 整个的金属前杠然后整个的前面的非常结实的挂钩 你像这样的车型的挂钩它是直接连接在两头的 理论来说的话 这两个挂钩是完全可以把这车竖向子拎起来 这个才是硬派车的一个玩法 中间这个位置是用于整个的脚盘出揽 你会问说那排道架搁哪 排道架搁在上面的这块区域就OK了 侧面也很有意思 这个车我相信在中国的版本如果要发售的话 也会是KOR的非常好的 这已经是算到头的全地形的轮胎了 并且这个车的展车轮子是非常卡边的 已经是接近于突出来了 后轮会突的更多一点 那最终量产版可能还得往里收一下 要不然不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了 而车里面会更加的有意思 有意思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你看这些上下车的拉手对吧 这些的灰黑橘包括这里面的这个这个位置的扶手 包括甚至在这底下 那你看啊 拉开 看这是什么了吗 那个就是用于你玩泥玩水之后的 整个冲洗车辆的下水口 直接就可以打开 水就能流走了 你说人这个车已经给你考虑到爬坡 考虑到这个玩泥都已经是考虑到了 整个的棚是完全可拆的 看这个巨大的后备箱里头 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进行水冲的后备箱 那你各种装的脏东西玩水玩泥 直接这么着一冲这多爽啊 这底下是常规的各种各样的储物的环节 所以Bronko的这个车如果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国产的话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车的 Render这个皮卡 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F150的猛型皮卡个头比较大 价格会偏贵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一个大概是5米4 5米5左右的中型的皮卡 并且是有越野风格的 那就很适合你了 这个车理论来说是2.3T的发动机 因为厂家没有公布任何的数据 带大梁 带低速四驱 后面带锁 那这个版本呢 它是越野的单独改装的版本 你看这个原厂已经带了软懒的前面的脚盘的这个系统啊 当然了肯定是如果中国要卖的这个版本 不会是带前面的软懒这样的脚盘的系统 这个车型我相信在中国售卖的版本应该还是配的公路胎为主 它跟Bronko的那样的一个比较极致一点的硬胎越野车的定位 还不是太一样 那你自己如果是去换越野胎的话 255 65 18的尺寸 稍微难换一点点 它要做到265 65 18的话 那原厂的尺寸就会很多了 这个个头包括这个比较橘比较黄一点这个颜色 对于很多人接受起来是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还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整个它的这个货斗的深度还是挺好的 并且这里面是默认带货箱保的 那这个车我觉得就是 它因为这个个头的尺寸和长度 包括轴距是比较克制的 所以它的决绝的越野能力不一定比F150往前差 因为它轴距是比较短的 包括它2.3T的发动机的力量也是比较足的 所以这个车就属于是一个 大家消费起来更容易消费的 中型的比较有意思的福岁品牌的卡车 探险者的昆仑巅峰版 这个版本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车它是纵制的发动机 所以它是以后驱结构为主的 当它是后驱结构的时候 其实它整个的加速的时候 屁股往后坐 它的推进它往前 开的整个的抓紧能力 哪怕它后驱的情况也会很好 另外这个结构里来说 很少的车是后驱的结构 只有是纵制发动机 才比较容易做后驱的结构 另外这个为什么叫做昆仑巅峰版 是因为它做了很多的 针对于比一般城市SUV要更野一点的项目 咱们你看前面 首先一般的城市SUV谁给你搁这么强的一个挂钩 这前面是带着直接拖车钩的 并且这个角度还是很套上的 这底下是金属的护杠 那这个比较朝前的拖车钩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你脑袋 玩你玩水 脑袋扎进了这里面的一个河里面 如果它这个钩在底下的话 意味着你整个的手得伸进冰冷的河水 半米的位置才能把拖车绳挂在这个钩上 而如果它是在前面的话 那你手只要在前面稍微在水底下摸一点 就能去挂着钩了 是容易救援的 另外它的这个金属质地的前面的护板 意味着如果你要是上一些坡 前面顶着这个整个的土坡的时候 这个前面的护板更不容易损坏 对吧 这都是为了更硬核一点的城市SUV 做的很多的工作 包括这个侧面 给你上了原厂是刚才我说的尺寸很好的 265 65 18的AT-Ti 虽然它的牌子普利斯通 都是一个不太常见的AT-Ti的牌子 但是265 65 18 你也是很多的市面上的大牌 及二线的越轮胎 很多的一个公用的尺寸 所以你换不着这个胎 你换市面上其他的牌子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原厂给你配个AT-Ti的城市SUV 非常非常的少见 另外呢 更关键的是 这个啊 这是昆仑的这个昆仑巅峰版的这个标啊 这个车的后条很有意思 作为一个比较硬水一点的城市型的越野风格的SUV的话 它的后条配了托森线滑的被动反应式的锁 并且是个机械的结构 不是电子线滑 也就是当后轮产生轮速差的时候 那它就可以被动的产生一些线滑的效果 来帮助你有附着力的轮去突破障碍 而这些的配置搁在您之前的城市SUV里面 您觉得有吗 完完全全的没有 对吧 而这里面的内饰就是那种常规的大联屏的内饰 这些都不用说了 毕竟这里面的豪华程度 它的里面的体验还是一个家里面媳妇孩子 不至于去挑你理的城市型的SUV的里面的舒适程度 在保证舒适程度的基础上 然后去越野 发动机是2.3T的发动机 这些方面其实是走了很多的均衡的路线 并且刚才我们看到的AT胎 它的因为胶率并不是那么夸张的大 所以它的公路的整个的噪音跟振动 大概也就相对于一般公路胎会提高10%到20%以内的程度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夸张的振动跟噪音 所以这就是这个车比较均衡的一点 接下来拓展完了之后 我会开它去昆仑死亡谷 中国就一个死亡谷 会非常有意思的含路游记 等着我 瑞杰L刚才已经公布价格了 22.98万起 作为一个5米级别的6座的SUV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心里有数的 因为现在谁都知道 绝大部分的5米级别的大一点的SUV 很多价格会卖到278万30万以外的价格 而如今的日子里面 瑞杰L这个车 它还有自己很多的特点情况下 我觉得22.98万起步 这个价格还是我认为的性价比的一个起步的价格 这个车它相对于之前的老的瑞杰 除了常规的汽油发动机 它也增加了电机 而如今的日子里面你去增加电机的话 对于它的低速起步时候的平顺性能 包括在日常行驶过程中 它的安静跟平顺 包括节油的性能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加全 这个车开起来尤其低速起步的时候 还是很平顺的这个体感 再加上整个的这个外观 我觉得这种大平头大顿脸 现在也是比较符合流行的这种的垂直脸的时尚 这个外观还是挺好看的 包括也融合这种眯眯眼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侧面 跟里面的内饰的部分 福特系的现在系列车型 也都上的是大联屏 这个大联屏 您们肯定是不陌生的 对吧 现在如今达都是这样的风格 它的后排 因为它是六座的车型 是我认为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来看一下它的后排 镜头伸进来 看这个无线充电板了吗 这个无线充电板是可以这么着拿开的 拿开之后 这里面的过道空间 就会相对于很多的六座的SUV 中间的过道空间要宽了很多 这是我们之前拍实车节目里面的实测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包括它的第三排空间 也比我之前的想象要大了很多 所以这个车对于油混模式的车来说 车的这个优势的基础上里面的空间组合 包括座椅的舒适性跟过道的长宽 是在比很多的同档次车型 比如像汉兰达之类的 坐的是有优势的 这个5米级别的个头 并不算小 包括这个后备箱 这个车后备箱打不开 这个后备箱在 就是三座模式下的后备箱的近身 也比很多的这个5米级别的车 要想象的大一点点 用机械来进口的 但是最终的价格也会将近70万 所以这个车虽然调过一次价格 卖70万出头 现在依然是买到就赚到 就说白了 就是不挣钱 大家交个朋友 厂家是为了拿这车 跟大家交个朋友的车型 不是您现在喜不喜欢F150猛禽的问题 而是说你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其实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 不挣钱 然后这个 我就不带你看车的话 咱们先从车尾开始看 这个是F150的纯电版本 而不是猛禽的版本 纯电版大家说 那一个意义是啥 并不一定非得每个人都得山河大海 都得长途穿越 无人区跑来跑去的 对吧 当你在城里面或者是500公里之内的城际 通勤啊 干活啊 拉东西出去玩的时候 那其实纯电的皮卡 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存价值 这个车里面是131度的大电池 这个电池的容量 确实搁在现在的 中国的在售车辆里来说 应该是电池容量最大的一个车型了 因为它本身 它底盘的长度比较大 但是呢 这也不超过想象 最有意思的是来这看这 看这个阻尼的盖没有 看 这阻尼的盖 对吧 就是刚才Halo说的很多次 避免小朋友跑过来 这个盖突然间落下来 砰砸脑袋上 再看这 看这东西 这个就是动力套装 7.2千瓦的外放电 7.2千瓦外放电 意味着您如果使这个电稿 如果使这个各种各样的大功率的 超大功率的电动工序 这个玩意儿都是可以支持的 一般电脑来说四五千瓦 一般这个大家用的各种各样的电磁炉 高火的状态下 大概有两千瓦的功率 而人家这个能做到7.2千瓦 高火电磁炉能带撒 你这还要啥自行车 功率比你插座大多了 插座一般功率才两千五百瓦 这个插座都代表这个7.2千瓦 这么大的一个功率 另外呢 这个车前面 包括它的前舱 包括它的整个的里面的空间 还有两千瓦的外放电 所以说它的外放电的极限功率可以做到9.2千瓦的外放电 这个比你家很多的 就不比很多人电表差 然后这车前面很有意思 先不关是不 这个车的前面呢 这有一个400升的前备箱 因为没发动机了嘛 对吧 这个400升的前备箱 那这嘎嘎的去弄啊 然后这个前备箱为了照明充分的话 这上面这个灯 贼亮 大长条的灯 还是很爽的 这个前备箱里面 包括这底下 你看 还能再装东西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之前看过的 这个F150的纯电皮卡 带来的一个新的玩法 我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只要不是 这怎么挂不了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 如果只要不是 无人驱 长途穿越 这个比我那个汽油版的150 这个要城市里面 要香多了 这为啥还喷了一个红牛的标啊 有点意思啊 今天呢 这个福特转台上 这几个车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东西 我给大家简单来了 几个车的一镜到底的串烧 然后还想看哪个展台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喜欢记得分享哦